Hello 各位 我現在就在塔斯曼尼亞的海上 坐著聖世公主號 Majesty Princess 看著日落 這裡很大風 現在在澳洲的海上 哇 你看 吹起衣服 吹得大風得不得了 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因為今天吃飯時 有兩夫婦是西人 澳洲人 和我吃飯聊天 她很驚訝我去了這麼多地方的旅行 坐過這麼多次郵輪 因為我的Princess已經是 Plantean的Member 坐過六次以上的Princess Princess已經坐了六次以上 還有其他郵輪 Crystal Silver Sea Harting Cruton 我一起坐了幾十次郵輪 她很驚訝我年紀有多大 她說了我的年齡之後 她馬上瘋了 她不相信我的年紀 她以為我是說謊 其實我自己回想 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我年輕的原因 就是我有很好奇的好奇心 我是有很大的curiosity 日文有個字其實挺好用的 叫做Tang Jushin 探究心 有興趣研究這個世界 嘩 吹起了衣服 有興趣研究這個世界上 所有自己不知道的事都要興趣研究 所有未認識的人我都興趣認識 所有未試過的事都想嘗試 即是人短短幾十年的壽命 即是你要幾十個春天 那就已經沒有了 你怎樣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裏面 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功能 令你不枉離了這個世界上 瀟灑走一回 我覺得就是 那個經驗是最重要的 所以到了這個年紀 我賺的錢未必有我的同學賺得這麼多 因為我有些大學同學是做金融的 賺的錢是我的很多倍 我也有些同學創了業的 他們的資產是我的 幾百倍都有 深刻我又不覺得自己是 最少有優惠於他們 我不覺得他們是生活得比我好 在這方面 我覺得我是比他們更開心 因為我的經驗是比他們多 因為他們是造廠 他長期都是東莞 他接觸到的人 全部都是跟他生活相關 即是做廠的人 我的生活的圈子 和生活費是闊過了很多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會是 比我再選擇的話 我都會選擇我自己現在這條路 就是過一些很experimental 即是很善性的 即是試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很大的探究心 探究心 保持很旺盛的好奇心 對這個世界 例如今次來達斯曼尼亞 因為我未來過 所以我想來 來完之後 今次我回香港後 下一水我會去阿富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已經成團了 今天旅行社才跟我談 原來我們出發前 我們要先去巴基斯坦 因為阿富汗現在沒有飛機直航 一定會經過巴基斯坦 我第一個叮了一下巴基斯坦 會不會經過白山瓦 他說白山瓦就會經過 因為我們從巴基斯坦進去阿富汗 那條路會經過白山瓦 哇 開心得不得了 我想留在白山瓦一段 幾天時間 因為白山瓦可能大家覺得很陌生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看我專欄的朋友 知道我最喜歡的佛教藝術 佛像的元氣 第一尊的佛像 其實是巴山瓦誕生的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巴基斯坦是Muslim country 在佛祖年代是沒有佛像的 即是無我的 他亦不主張奧像崇拜 所以幾百年都沒有佛像 所以沒有人知道佛祖是甚麼樣子 立即無理甚麼樣子 全部都靠imagination 直到到巴山瓦 但巴山瓦的地方在貴商王朝 即是佛祖之後的幾百年 即大約是公元前後的時間 他成了貴商王國的首都時 當時阿里山大大地打到亞洲 一個很厲害的阿里山大大地 很年輕時 他已經征服了歐亞非大陸 打到亞洲時 打到巴基斯坦這個位置 當時沒有這個國家名 當時是貴商王國的地方 打到這裏時 他便把希列文化傳到亞洲的地方 當時希列神像有宗師 匯納斯全部都這麼漂亮 佛教當時是用佛塔代表佛陀 佛塔即是賭購的一個砲 佛祖是脫砲化原的 就是用這個來代替佛祖的形象 當然是法輪初轉 法輪代表佛像 代表佛祖 和菩提葉 代表智慧 全部都是一些 symbolically的東西 不過不是很 direct的 image 傳教方面就遇到困難了 即是發覺佛教不及得希列的神 很 direct 很容易被人了解 很明白宗師就是這樣 或是威拉斯就是這樣 很容易吸引到粉絲 那些顏值 他們的顏值很高 威拉斯的顏值到現在都很高 於是伯山雅的村民 開始模仿希臘的多神教 開始雕像第一尊佛像出來 雕像出來的佛像是宗師樣子 鼻高眼深 輪廓是西人的頭 希臘神像 不過是佛像 是第一尊佛像 後來傳到敦皇後 再傳到中原 佛像就像中國一樣的花 眼睛變成單眼皮 然後輪廓更加像華人的樣子 像我們中國的樣子 這已經是後期很晚期 所以如果你想追溯佛像的緣起 一定要去伯山雅這個地方 今次行程中 我和旅行社商量 Trabala商量 加入巴基斯坦的行程 再去阿富汗 阿富汗亦是很相相 巴基斯坦很久的國家 第一 自然風景很美 第二 超級窮 第三 我未去過 第四 他是思潮之路上 碧京之路 第五 他亦是佛教的古國 他現在是Muslim國家 Muslim之前他是佛教的國家 巴米洋大佛也是那裏 所以其實今次有很多東西看 大家有興趣的話 已經成了一團 可以快點報名 就和我一起去巴基斯坦 白山雅和阿富汗 是搭上了原裝的這條路 絲綢之路的一部份 然後除了這個團之外 我下一個團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人類文明的起源 人類文明 你說四大文明 有我們中國 有埃及 有印度 恆河 和有兩河 是否大家平平坐 錯 有一個文明 零零射射射的 就是兩河 兩河文明發生時 它誕生時 未有埃及金字塔 埃及金字塔時 亦未有我們中國 所以中國和恆河是後面的 即是我們黃河的文明 是遲些發生的 我們在說 世界上第一個文明 好像是抗野之中 有一點的星星之火 代表civilization 人類發明了文字 開始有城市的出現 開始有黃國的出現 全世界當時 只有一個地方發生 整個地球都是溫溫頓頓的 全部都未有文明的時候 就是兩河文明 就是所謂的 巴彬隆空中花園 蘇美與文明 全部都是兩河 兩個Delta之間 附屬的一個地方發生了 今次我會帶大家去伊拉克 去兩個文明的花園 六月份 這裡很大風 為了我拍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就稀奇一點 你看這個大風 看到了 因為現在來到日落 在塔斯曼尼亞的海上 塔斯曼尼 講完兩河 然後到了十月份 還有一個團 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去五坦 五坦其實我北極力了很久 今次是去完 五個坦 哈薩克斯坦 土庫曼 看地獄之火 全部都去了 吉爾吉斯 五坦全部都去了 就是十月份的一個團 十月份之後 十一月 就有一個地方 我也想去的 就是 剛剛開放旅遊的一個國家 有一個國家 就是 一直都沒有旅遊的 疫情的時候 2019年 他第一次批了 遊客的簽證出來的 就是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 第一 他太富庶 他不需要靠遊客 第二 他也不是很欠利的遊客進去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旅遊業的 這個國家 開放之後 有一個地方 一直都無法去的 就是墨加 即是朝聖的地方 作為一個穆斯林 五公之一 一定要朝聖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墨加朝聖 不是每個兩人都做到的 只有我們這個團做到 就是 上課 上去報這個團之前 我們才要學穆斯林的101 我已經上課了 我很喜歡研究宗教文化 學一下可南經 聽聽珍珠阿拉說了些什麼 經過穆斯林的信事 傳遞了什麼信息給我們 你信不信也好 了解都是一個好事 秒更令到世界上少了誤會 和少了戰爭 這是11月23日的旅遊 這也成了團 因為我的團友一聽到 去墨加朝聖 開心得不得了 坊間所有的團都去不了 他們去沙地阿拉伯 都無法入墨加 因為這需要特別安排 我們也要學習一下可南經 才可以入墨加朝聖 這是一生人一定要做的事 這是今年的四個旅遊 有一個旅遊就沒有去 就是也門 因為也門和我另一個旅遊 撞了時間 因為我還要去歐洲一次 所以這些探究心 令我保持很旺盛的學習能力 令我很想學多些東西 即是我去這些 Exalted Countries 希望今年有機會 在阿富汗 伊拉哈 五五坦 和沙地阿拉伯 見到你 快點去報名吧 我留言會有報名的連結 Bye Bye